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国家规划纲要编制 而面对外国对部分官员的所谓制裁 也会继续无畏无惧 网上有人发起今天在多区聚集 在铜锣湾有人叫港独口号 警方一度举子旗警告 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 美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主办单位 正研究容许主持人在适当的时候关闭麦克风 以免特朗普和拜登互相打断发言 各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上致辞 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特区政府未来将更积极 参与国家规划纲要编制 而面对外国对部分官员的所谓制裁 也会继续无畏无惧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国庆生气仪式早上八点在湾仔金子金广场举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及梁振英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彦雄等出席 消防船直升机分别在海上和空中致敬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和她的 仪式结束后会展有国庆酒会 因应疫情大会安排四人一桌 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 疫情下中央一直高度关注香港的情况 并积极回应 再次体现回归以来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无论香港面对顺境或刑警 困难或机遇 中央始终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特区政府将更积极参与 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编制 争取中央支持巩固 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及国际航空疏楼地位 他也指稳定的社会环境 才能满足市民各项诉求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社会已恢复平稳 当局会继续依法履行职责 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 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 作出多少无理的指控 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 粗暴地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 我和相关的同事会继续无畏无据 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 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请干杯 中联办早上也有国境生纪仪式 无线电视记者出自杨报道 政府公布授勋名单共600多人 四人获最高荣誉的大紫金勋章 超过90多名警务人员获得家许 包括十多名在反修例事件中受伤的警察 因为疫情 延迟了三个月公布的授勋名单 共687人 是回归以来最多 四人获颁受最高荣誉的大紫金勋章 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 深水部区议会前主席陈东 及全国政协常委 世贸集团主席许荣茂 15人获颁金子晶新章 包括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 外籍非常任法官纪力信 汇丰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王东胜等 获颁银子晶新章的有 高等法院法官包华李 消防处前处长李建日 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百贤 和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嘉等22人 律师会会长彭运玺 工联会理事长黄国 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 议员陈百祥等40人 获颁童子晶新章 今年1月 一艘海关巡逻艇 在反走私任务中翻成 官员吴永敏 黄卓邦 黎智恒不幸殉职 三人获追寿 金英勇勋章 2017年2月 港铁尖沙嘴站纵火案中被烧伤 但仍然协助拯救伤者的市民 郑泽然 也获颁经英勇勋章 另外十多名处理反修例事件时受伤的警员 分别获颁 迎英勇勋章和同英勇勋章 包括去年10月 在官堂被人割警的警长 在屯门被人领腐尸液体的警员 以及在将军奥被人殴打的警员等 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警察袁左级协会主席林志伟 就获颁纪律部队荣誉奖章 约100名处理或协助处理 反修例事件的纪律部队人员 获颁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 包括警务处助理处长陶辉 机动部队校长庄定贤 曾担任警察公共关系科 总警司的谢震忠等 五线电视记者初子杨报道 网上有人发起今天在多区聚集 在铜锣湾有人叫港独口号 警方一度举子旗警告 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 下午大约1点 崇光百货门外一带 有大批防暴警察戒备 并一度举蓝旗 要求集结者离开 现场有人举起美国国旗 有人在明电坊 商场内聚集合骂警察 警方警告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罪等 之后一度进入商场 两点多 警方继续在百德新街附近举蓝旗 商煞和店铺暂时落闸 有防暴警员头盔上 设置行动摄录机 消息指 新装置昨天起使用 本次行动中近一半的警员也配备 记录行动过程 警方之后在百德新街设封锁区 检查范围内的人的身份证 也核实在场记者身份 期间有穿黄背心的人 被票控违反限聚令 有人叫光复香港和香港独立等的口号 警方举止其警告 美国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 特朗普和拜登多番打断对方发言 主办单位正研究确诊新冠肺炎 内地开始一连八天的国庆中秋长假期 北京多个景区挤满游客 欢迎回来 政府举行记者会交代 本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新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现场 刚才交代了新增十宗确诊个案 九宗属于输入个案 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为三月以抵港的泰国旅客 记者会的情况先看到这里 国庆适逢中秋节连同周末 不少市民有一连四天假期 有人选择到里岛或者酒店度假 中华码头有不少市民搭船 去里岛度假 已经没什么地方可以去的了 香港其实 所以长洲算方便 就去长洲 带小朋友去看一下 看下东西 逛下街吃下东西 带他们去长洲的沙滩玩一下 也有市民指一家大小 一早预定好酒店 我们其实整年前训了 小小担心 我们都会有一些酒精 去做一些清洁 因疫情 往年在维园 尖沙嘴文化中心等 举行的彩灯会近年取消 但是玩灯笼仍然是传统 有卖灯笼的店铺表示 现居令等规定影响市民 出来欢度中秋 生意少了大约四成 天文台指 傍晚六点左右会出现月初 一日凌晨上中天 到凌晨五点左右出现满月 预测今天天气大致多云 短暂时间有阳光 也有几阵微雨 康文署就呼吁市民 到辖下场地欢度中秋时 需要遵守限居令 切勿进入已经关闭的康乐场地 包括公众涌滩以及烧烤场地 切勿放孔明灯或乱抛垃圾等 澳门早上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 特首贺一成表示 澳门已经是安全的旅游城市 随着全面恢复办理 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将逐步恢复澳门经济和各项事业 升旗仪式早上八点 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举行 由澳门行政长官贺一成主理 因疫情关系 仪式后的表演和欢乐跑取消 各界代表获邀出席之后的国庆酒会 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前特首崔士安 他们进场时要出示健康码 及核酸阴性结果证明 贺一成至此时称 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在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 澳门取得来之不易的 重大阶段性成果 现在澳门已经是一座 安全的旅游城市 随着全面恢复办理内地居民 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的经济社会将逐步恢复 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 正加紧开展横琴 越澳深度合作区的顶层设计工作 初商制定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 对于核实会与香港恢复通关 贺一成在酒会后表示 要按国家策略去做 他希望今年十一黄金周 入境内地旅客可以超过两万人次 但是都未能恢复去年或前年水平 贺一成又称 现在的财政压力很大 暂时不会推出新一轮的经济援助措施 以及仍在研究明年是否继续派钱 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在清晨6点12分开始 三军仪仗队奏起国歌 大批民众到天安门广场观看 有人举起国旗并向国旗敬礼 国旗升至旗杆顶后 仪仗队奏起歌唱祖国歌曲 市民挥动手上的国旗 内地开始一连八天的国庆中秋长假期 北京不少景点几万人 多个景区实施预约等措施 一年容易又中秋 今年适逢国庆假期 十一黄金周长达八天便悠长假期 疫情下境外游没有恢复 不少人就选择到不同省市旅游 北京天潭公园挤满游客 来这边感觉特别好 特别是来天潭 感觉来到看一下这边历史文物景点 也感觉特别好 特别心怀 今年是多少年遇了一次 中秋和国庆的同一天 所以说 不然心情非常好 内地疫情防控持续稳定 当局将剧院景区等最大接待量 上调至75% 但景区防疫措施没有松懈 天台公园实施限量预约等措施 进入景区前要先出示健康码及戴口罩 但部分人在景区内没有戴口罩 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醒旅客 参观景区前了解门票及人流等资讯 合理规划自己行程 以免来到发现不能进去 最后空欢喜一场 本次是内地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首个长假 当局预计期间将接待5.5亿人 本次本季游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聚报本月访问南韩 与总统文在寅见面 韩联社报道 首尔和北京当局 正就王毅访问的事宜 持续磋商 如果成事 王毅将获邀在青瓦台 与文在寅见面 两人将讨论有关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 以及在11或12月 在南韩举行的 中日韩三方首脑会谈 届时文在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 将会出席 报道又指 文在寅希望透过 与中国高级官员见面 寻求改善与北韩关系 以正式结束韩战 并推进无核化谈判 新闻报道完 节日快乐再会